军犬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那在经过一系列的专业训练之后呢 他们会对特定的气味形成条件反射 比如说黑火药 TNT 肖安等 异暴危险品 那在他们的鼻子之下呢 就是无处遁形 那马上又进行的这个比赛科目呢 就是搜爆 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就是两个小鞭炮 那我会藏在我的兜里 然后为了增加这个比赛难度啊 我还会在我的周围呢 喷上一些香水 来进行干扰 然后最后呢 我会站到这个人群当中 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发现他 好 出点 好 收 好 出点 收 他的鼻子啊 真的是太灵敏了 那两个小鞭炮呢 不到五颗的火药 一下就被他发现了 军犬收爆 是我们军犬训练科目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 主要应用于机场 码头 重要军事目标 及重大活动场地的安检任务 为减少我防人员伤亡 军犬在随行 特种作战 情报侦查 战场探雷 排爆中 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上又进行的这个科目呢 就是军犬搜救 那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呢 就是模拟的地震废墟 一会儿呢 我将要藏到这个下面的地下通道的某一个位置 然后看一看这些军犬 到底能用多长时间来找到我 这个地下通道比想象中的要长 地形人比较复杂 我想这个军犬能找到我 应该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现在藏好了 开始计时 军犬力量调整改革明确 军犬只能定位 由一般性的勤务辅助力量 向专业型的作战力量转变 我们在训练内容 训练的条件 场地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此次的犬王争霸赛 能够锻炼我们军犬训导员 争先创优的意识 同时也能通过犬的邀功 争宠的心理 来培养犬一往无前 不怕牺牲的战斗意识